歡迎現場的同學們請坐 我們到最後的階段 也許是最緊張的階段 不過也應該是最重要的階段 我們在現場 其實教育部整個計畫承辦的 金玉堅小姐也在我們中間 所以我們謝謝她特別播空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也有些計畫的老師們也在我們中間 我想我們在宣布得獎之前 我們應該再有一個講評的機會 尤其是經過下午的三組的PK 我們剛剛也聽了在貴賓室聽到老師們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看看他們給大家的建議以及鼓勵 以及批評指教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就從 早上是從廖教授和汪教授先開始的 我就直接建議下午的話 我們就從另外兩位教授開始 我們能不能Lady First 先請我們的陽明的張志峰教授 先給我們做個講評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我今天也很榮幸能夠參加這個event 當評審 那我也看到同學非常努力 那我想今天下午的PK賽 我想如果你的PK賽 別人沒有辦法提出specific question的時候 那就是我認為是要反省一下自己的PK賽 那第二點就是當你在提問的話 我會覺得用一個很好奇的心態去問這個問題會很好 那他必須是一個很具體的 那我想有些同學沒有辦法提出很具體的問題是 他可能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 所以他的問題沒有辦法很specific 但是我也看到同學就是在問問題的時候 慢慢的漸入佳境 問題越來越specific 那我是覺得非常好的現象 那我想同學之間也看到有互動 就是說完全不同的discipline的人 在互相的在問問題 那這也是非常 這個我們大家覺得非常欣慰的事情 那最後我想我還是要回歸到一件事情就是 Fundamental is very important 就是我們凡事要追求最根本的 那要追求最根本的就是要問自己問題 那同時也要Be critical to your own study 那這樣就是才會進步 所以當別人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稍微想一下 稍微想一下 那也許去想一下他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曾經happen to me嗎 就是說那所以當你在take one project的時候 It's very important 你要能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importance 而不是說教授叫你做這個問題 你就去做這個問題然後你有答案 而是你要開始要問 那我想因為我們是 像我是biological science出身 那但是我們對物理對化學都充滿了很多的問題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會 我們很老了 我們也會問很stupid 的問題 It doesn't matter 那也是因此我們開始integrate 在我們的腦部開始運作 integrate我們的知識 然後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 就突然就打開了 就有一道光過去 我終於懂了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學 在參加過這個競賽以後 不論你有沒有得獎 Leave your question open all the time 好 我們謝謝張教授 那我們第二位特別請 梁次政天文中心的陳主任 給我們講評 各位同學好 今天早晨呢 那我給各位一些比較critical的comments 傾向於負面 那我今天下午呢 講幾句正面的話 我下午啊 看了就是說 觀摸了各位的PK以後 我有一個非常正面的這個感想 我在上午還不太看得出來 各位同學對這個科學的這個認知呢 下午經過互相的這個互相質問 我比較看得出來 那麼其中有一些同學的這個 同學之間的這個 在科學的這個quality的這個高低呢 就比較容易漸漸differentiate出來 所以這個PK的這個形式呢 我覺得是相當可取 那所以這是我正面的意思 那麼 我的這個總的評論呢 我分成一個比較從小一點的technical的講題呢 然後再講一些大一點的事情 technical方面呢 我早上也提到 但我現在想要再強調一下的 就是各位同學我們做科學研究啊 不是 科學其實有很多層次的 那麼比較低階的 比較高階的科學研究 那麼各位如果我們打個比方 如果是像在物理的歷史上 比如說這個庫倫 庫倫呢 它量這個兩個電核之間的電力 跟距離的平方乘反比之類 這是一種歸納 可是呢 馬克思維就不只有停在這裡 歸納出來以後呢 你再進一步問 為什麼它會這樣子 那它如果兩個電核 兩個帶電體如果有互相的運動的話 它是不是還是跟原來一樣的 是距離平方乘反比呢 諸如此類 所以各位做科學研究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自我期許呢 不要停留在那個低層次 所以要怎麼樣達到這一點呢 各位呢 一定要堅持培養出一種 critical thinking的態度 critical thinking的中文 我不太確定怎麼說 但是呢 我相信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我今天早上說 要有一個自反的功夫 要能夠養成自我批判的能力 就是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在你在想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要太自我感覺良好 好 量出來了 很高興 統計一下 諸如此類 不 你說這個東西比較好一點 比較有效率 那個東西是高高 比較高可能性 低可能 你要問你自己說 What am I talking 這個 你問的這個話 它的量化的意義是什麼 它的質化的意義 它的qualitative的意義是什麼 它的quantitative的意義是什麼 要堅持的對自己很嚴格 Alright 要不斷的反問自己 要self challenge 不要等到站在台上來 被人家叮在那兒 叮在那兒下不來 這個你等人家來challenge Why bother 你先challenge你自己啊 應該是你還沒有來這裡之前的功課 Right So be more critical to yourself 你想問題的時候 要非常的critical thinking 換句話說 就不要用那種一條編法 想事情的時候 像是像我們念中學一樣的 老師說什麼 你就AA的以後就B B就C A到C的就差不多了 反正你走到哪兒算哪 不是的 你要be very critical to your own questions 那這是講technical的issue 比較小的 講大的話呢 就想起來這個 陳主任今天早上提到的 那麼也是我跟他談話的時候提到的 這個是我高中的時候 國文老師教我的 那麼我想呢 可能容我再有一分鐘呢 把他再強化一下 就是所謂事先氣勢而後文藝這句話呢 我是高中的時候學來的 氣勢的氣啊 不是生氣的氣啊 是那個氣敏的氣啊 有四個口的那個氣 是就是這個常識的事 知識的事 氣勢是什麼東西呢 按照現在比較通行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格局 你一個人呢 先要有格局 那所謂氣勢呢 就比較古典的話 氣勢呢 都是好大一個 不管是毛弓鼎還是什麼 所以呢 你要有一個 所謂要有一個格局 要有一個氣勢 一個東西啊 要有一個容量 這個一個人的見識呢 需要有一個 這個雍容大度的一個量 那麼尤其我們在現在講 這一個競賽呢 是強調跨領域 跨科技 所以呢 你第一個要培養出 你對各種各種學術 各種自然現象 甚至於人生的社會現象 經濟現象 你要有一個充分的好奇 而且呢 要給自己一個比較大的事業 這樣子的時候呢 你才容易問出最恰當的問題 那個問題 最critical的問題 我喜歡用critical這個字 那你有了問對了問題 我們常常說 你如果問對問題的話 你已經成功了50% 是不是這樣 所以啊 如果你沒有問對問題 那個文藝這兩個字呢 是古時候 因為古時候唯一的學問 就是做文章 所以事先氣勢而後文藝 是古時候的人說啊 你要寫出好文章來 不是你在那邊雕蟲小集 一天到晚 研究怎麼樣漂亮的詞彙 就可以了的 是你先要有一個很大的格局 那麼這個呢 不但是可以要應用在政治人物上 應用在我們科學家上 一樣這個一樣可行 你做一個大科學家 第一件事情 你要有一個格局 然後你才去問問題 你問的那個問題呢 才能夠有內涵 有深度 而且它有它的impact 我明天到晚再講impact factor 我們的每一天都是只有24小時 你做一個irrelevant的問題呢 也是要花很多時間 還是要取很多數據 還要做很多分析 做很多計算 你問一個relevant問題 也是花這麼多時間 所以啊 你要生活的很有效率 你做一個科學家 很有效率的話 你第一個要很有氣勢 像你們今天的 這個這次科學競賽 你要先決定 你要研究什麼問題 那當然多半同學的話呢 反正你的指導老師 他原來有什麼計劃 你就跟著他做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 就算是那個老師 他已經有了一個計劃 你還是可以在那裡頭 提出你自己的疑問來 去追求那個疑問 你跟老師說 老師這個問題 比如說好了 國土或者怎麼樣 這個蘇花工 你要用點自己的想法 把你的格局放大 看遠一點點 然後來問說 什麼問題我可以解決 那老師一定會說 這個學生真不錯 有自己的看法 他提出來這個問題 如果能夠解答的話 一定不得了 所以你問對問題 已經成功50%了 是不是 像小林村的問題的話 如果說這位同學說 全台灣有這麼多的溪流 一定有很多像小林村一樣 我可不可以找 時間當然有限 我找三個sample 或者五個sample 或者十個sample 我來simulate一下 看看十年之內 會發生的機率如何 然後呢 是不是應該建議政府呢 要不要前村或者什麼 這些事情 就對社會有非常大的impact 所以你要問問題呢 先問大問題 然後再問說 我要怎麼樣去把它 定位成它一個可解決的問題 大問題誰都可以問 我們說宇宙怎麼來的 因為我研究宇宙學 那大問題 Big Bang怎麼發生的 這個Dark Energy如何 大問題其實是不少 至少在我的領域裡頭 可是你要怎麼樣把它量化 直化成一個可回答的問題 這是我們很古不變的大難題 懂得這門竅門的人 就會成為大科學家 OK 我以此鼓勵各位 謝謝 謝謝陳主任 我們下面請 汪中和教授 給我們一些講評 好 我今天也是非常高興 能夠來到這裡 然後也看到很多的同學的表現 真的好 我看到你們就想看到 我們國家的未來 那我也是回應前面老師 那問題其實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當學生 其實老師叫我們 沒有愚笨的問題 只有愚笨的答案 所以不要怕問問題 尤其是碰到這種跨領域的時候 我們不懂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所以任何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很歡迎 但是要回答得好 一方面要靠我們自己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態度 這個態度 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個問題呢 尤其是不同領域之間的問題 其實能夠帶出來的這種影響 帶出來的成果 其實非常非常大 我舉個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這個同位素地球化學 穩定同位素地球化學 它的開始呢 其實只有半個多世紀 它開始的時候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過了以後 因為那個諾貝爾的化學獎 得主的哈瑞德·尤瑞 他有一次到瑞士 蘇利斯理工大學去演講 他演講就是演講養同位素 他告訴說大家說 養同位素 因為養18養16的蒸發不一樣 它的這個熱力學的動能不一樣 所以它在地球上面來 經過那麼長時間以後會有分化 不管是在氣態 在液態 這個固態來 它都會有不同的同位素組成 下面做了一個誰來做了的 Paul Nickley 他當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礦物學家 他聽到這個以後呢 他馬上就給他一個comment 他說如果按照你這樣說 地球上有這麼大的一個海洋 經過了40多一年的演進 它的同位素組成 跟我們這個河流淡水的組成 應該是不一樣的 那我在海裡面沉積的礦物 跟在淡水裡面沉積的礦物 同位素一定會不一樣 你可以告訴我這個答案嗎 哇 當時這個哈瑞德·尤瑞 聽到這個comments簡直興奮得不得了 他回去以後就做計算 按照他這個熱力學的這種計算 他發現什麼呢 他現在手上握了一個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是地質溫度計 他可以去量什麼呢 量地質過去時代的一個溫度 然後經過了這 經過了六年的努力 他設計了一個很好的指譜儀 設計出一個非常好的分析方法 他終於看到了在蘇格蘭 那地方沉積出來的一個貝類化石 他在中三代時代沉積的一個溫度 我們這個同位素地球化學 就從那時候就開始了 你可以看到就從一個問題 就演變出我們今天這麼大的一個學問 那他不但是幫我們解決了地質的溫度 他也幫我們解決了 所有古氣候的一個問題 他開展的這種領域呢 其實是我們過去地球科學想像不到的 所以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也看到了大家來 能在這邊一起互相砥礼 一起互相學習 我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那我也是覺得你們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沒有這樣子的機會 希望你們好好把握 繼續努力 你們將來一定會有很好的成就 謝謝 陳主任有一些話 對不起 我很不禮貌 那因為這個王老師提到的這個例子 讓我非常興奮 所以我想要跟各位share另外一個例子 在科學上 就是問對問題 那各位很多人都學過了 量子物理或者量子力 至少有一點概念 聽過所謂的 Schrodinger方程式 所謂Schrodinger equation 這個equation呢 怎麼發生的呢 有一個歷史故事 Schrodinger呢 在他之前呢 有所謂的De Broglie 還有Einstein其實也先提出來說 這個世界上的物質呢 它有波動和粒子的雙重性 所以他到瑞士去演講 那麼在瑞士理工學院演講的時候呢 在座有一個有名 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 叫做Peter Debye 所謂Debye Temperature 各位可能學化學學過的 那麼他 Schrodinger講了一通以後 Debye就問他 說你既然說 一個電子 或者一個粒子呢 也有波動性 也有粒子性 那麼 請問你 它的這個波動方程是什麼 既然它有波動性 我要請問你它的波動方程是什麼 那麼 Schrodinger當然趕快回家去想 把那個波動方程找出來 那就是所謂的Schrodinger equation 所以問對問題呢 其實已經almost home 可以做非常大的發現 所以請各位思考問題的時候 要記得要Be critical 謝謝 謝謝 這兩個case都是問對人家的問題 來 廖教授 廖俊成教授 這個 台灣的教育問題大家都知道 從小就是紙筆測驗 那紙筆測驗裡面最糟糕呢 又是選擇體 所以 相對於台灣的學生呢 跟國外的學生呢 尤其在研究所以後呢 我們就比較覺得呢 台灣的學生呢 表達能力跟外國學生呢 實在差了一節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呢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陳竹廷教授呢 就很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能夠最後能夠有更大的影響力 當然最後 將來的影響力是怎麼樣呢 現在還延遲過早 這個活動呢 是蠻有意義的 當然剛才也談到呢 今天下午的這個問答式 問答式其實很不容易 你要去了解呢 我這一隊還要去了解別隊的 一些他們的內容 然後怎麼樣去問中肯的問題 剛才講這個問問題很重要 因為問問題回家想破腦筋呢 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剛才我在打分數的時候 我也困擾 因為相對有的問的比較重 可能有的比較不容易 回答的人也因為題目而影響 這個是難免的 所以是當然啦 這是第一次 大家都沒經驗 可能將來越做越好 第二個問題可能是 我看了整個今天 幾位也談到 這個整合性可能還不錯 怎麼加強整合 我就以我自己是化學 那台大化學系呢 這些學弟呢 如果我多批評良機的 希望他們不介意 其實他們表現很好 但是我剛開始 其實上次在看必報的時候呢 我就很懷疑 你們為什麼要跟電機系的分切成兩個post 在那邊貼上 而今天呢也是一樣 你們講的東西呢 叫做整合你們只講化學呢 電機系那一部分呢 就沒有放進去 當初如果你們考慮整合性的問題呢 把兩個計畫呢 寫成一個整體計畫呢 我想你們的表現會更好 這個是 將來你們可以考慮 這個是 既然是整合性呢 也許是可以 大家呢 可以多考慮這個問題 不過整體來講呢 這個 當然呢 一下子呢 說一定是 最好呢 那可能是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呢 今天的表現呢 以 過去我自己的學生等等來看 以及我當年這麼小的時候呢 我覺得你們比我好得太多了 這個 謝謝 好 謝謝四位評審 我們要開始宣布我們今天得獎 我今天早上提到了 我們101年到104年的 後面的一個階的計畫 科學人文的跨領域的計畫 跨的比這個還遠 科學和人文 希望在座的老師和同學們 將來也能夠踴躍的參加 那今天參加了活動的同學們 你們將來仍然有可能參加新的計畫 不過同時你們回去以後 應該也可以告訴你們的學弟學妹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活動 應該是在你們進入高等教育的時候 尤其值得注意的 因為我們在中等教育 或者基礎教育裡頭 的確沒有花足夠的力氣在訓練這一塊 那這一塊在我來看非常重要 我們講簡單四個字 聽說讀寫 你們今天直接表現出來的是聽和說 其實讀和寫 如果說你們在家裡頭 有把別人的題目 做一點homework 那你非讀不可 假如有幫老師已經寫過一些東西的 所有的人寫的東西 學生東西交到我這邊來 我第一件事檢查它夠不夠concise 精準度夠不夠 那就是要簡潔而且明確 所以這件事情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你的聽和講一定可能比別人優秀 所以聽說讀寫 在高等教育裡頭 我們會持續的去強調它 所以我們現在最緊張的時刻 應該要宣布我們的得獎 緊張的時刻來了 但是在緊張的時刻之前 我們先頒發全勤獎 全勤獎是什麼呢 全勤獎就是參與北區計劃 能夠達25個小時以上的同學 我們先特別頒發全勤獎 給予這幾位同學 得獎的有 王申宇同學 王毅凱同學 跟蔡新榮同學 我們的獎品是 大人的科學 跟獎重一指 麻煩同學請站在台前接受頒獎 我們請陳主廷主任幫我們頒獎 大人的科學是一本寓教娛樂的科學雜誌 每一期都能夠自己動手DIY各種造型的模型 是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要頒發的是感謝獎 我們的獎獎 我們的獎項內容 我們先頒發給台大物理系副昭明教授 及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王金燦教授 因為有這兩位教授 所以在北區推動中心的活動 能夠順利圓滿達成 所以我們歡迎王教授及副老師 副教授上台接受頒獎 然後我們也是請陳竹婷教授幫我們頒獎 謝謝 來 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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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副老師跟王老師 接下來我們還要另外感謝 就是特別感謝兩位計畫助理 就是幫忙一直協助北區推動中心在辦計畫的聯絡事宜 兩位助理的名字是廖偉如 廖偉如跟賀文麗 請問這兩位有在場嗎 那麻煩請上台 歡迎 謝謝 謝謝你們 麻煩請 是 還是由陳竹廷教授頒獎代為感謝 那我們一起合照 是 是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最佳觀眾獎 今天就是由現場的各位同學及師長一起幫忙評分 所以我們現在最佳觀眾獎的得獎者是 是 計畫編號台灣大學99B41 我們請 instantaneous 們倒閉進去做 seniors 那麼現在進來做 kicked 好現在緊張的時候還差一點點就 bomb 分數其實已經統計出來了 剛剛評審委員也做了討論 那在頒發正式的獎項之前還有一個獎 就是我們先頒發佳作獎 今天其實來的隊伍是各個有獎 所以我們今天的佳作獎是 敗部復活並沒有復活成功的那兩隊 所以佳作獎是陽明大學 探討BH3蛋白的生物功能請同學上台 還有台灣大學99A1 啟發學習之基礎物理工程 醫學跨學門創新教材與實驗開發計畫 同學請上台 謝謝 佳作獎的部分 我們的獎品準備是瘋狂雲霄飛車 及獎狀一職瘋狂雲霄 是 我們先請老師頒獎 是我們 是 是我們先一起合照 是 謝謝同學 是 接下來就是緊張的時刻到了 我們接下來六名我們先頒發優選獎 優選獎會有三名 那優選獎的我們先講一下我們的獎品好了 優選獎是什麼獎品呢 優選獎是三隊的 就是到最後面六隊裡面我們會選三隊出來 是頒發優選獎 然後我們的獎品是科學人一年期的 期刊及獎狀一職 那這三位 這三個隊伍是 台灣大學 99B41 腦功能影像造影之基礎訓練 神經生物計畫 麻煩請同學上台 第二個優選獎 台灣大學 99B5 脆弱國土與永續治理 大地工程計畫 第三個是 師範大學99B13 跨領域活細胞影像 專題學習 利用數位全相攝影 顯微攝影實驗平台 量測第三型脊髓 小腦萎縮症 細胞模式之選擇 及藥物篩選計畫 我們請汪中和老師 不好意思我們請 汪中和老師來為我們頒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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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汪老師及獲獎的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 季軍亞軍及冠軍的部分 我們先從季軍開始頒獎 季軍 待會的頒獎人是我們的 陳批生老師 那我們的季軍是 台灣大學 99B21 有機燃料明化太陽能電池跨學門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請同學上台接受領獎 我們的獎品是獎金五千元及獎座一紙 由於放棄 最後面對不停獎獎 我們取決回 對他們獎金五千元 針對我們有作為 要獎金五千元 中國人的出力 不停獎金五千元 揚亚遊 我們的冠亞軍 那我們先請剩下來的兩個隊伍是哪兩個隊伍呢 台灣大學99B51 及東華大學99B12 這兩組計畫的同學 麻煩先請上台 是我們先宣布一下我們的亞軍的獎品 獎品內容是八千元級獎狀一職 那我們冠軍的獎品是獎金一萬兩千元級獎座一職 所以現在好我們再賣個關子 我們先講說我們的頒獎人 我們的亞軍是請張智芬老師幫我們頒獎 冠軍是請廖俊成老師幫我們頒獎 緊張的時刻到了 那大家想要先知道亞軍還是冠軍呢 是啊是一樣想要聽我宣布哪一個 冠軍齁是那不好意思 那亞軍的那我不好意思 我要宣布冠軍了 好的第一名冠軍得獎的是 台灣大學99B51 崔樂國土與永續治理 第十三號的探討 好謝謝 那我們請張老師及廖老師上台為我們頒獎 一起頒獎 然後一起合照 好 老師們先請等一下等一下老師們請稍等請稍等 我們先請所有的老師及剛剛所有領導獎 還有剛剛有那個海報入圍獎的同學 我們只是沒上台 但是在海報復審計畫其實有還有其他大概有三十個其他的計畫是有入選的 所以我們請現場還在的同學就一起上台大家來個大合照好嗎 那請所有的帶著你們的獎品獎狀就是一起來個合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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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全程熱情 參與持續到最後 今天的活動能夠順利完成 100年度跨全門計畫即將開始 希望各計畫團隊能夠繼續參加 並繼續支持北區推動中心 今天的活動到此圓滿結束 感謝各位 謝謝你們